這一節是第二節 升旗易得道 第一節不會叫大家按LIKE 第二節大家幫忙按LIKE 所以這一節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很多人說 不用含淚 含恨都可以按 也可以這樣說 因為 其實星期六看完台灣的選舉 我就感覺到李卓人輸掉了 因為你感覺到民情 原因呢 香港的經濟比佳人輸掉了 經濟比佳人輸掉了 我們經常說看政治 你不是只看著自己的選區 你一定要看整個大環境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的 除了大環境之外 你要看經濟氣候 為什麼呢 因為泛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他們完全對經濟一竅不通 全部泛民 對經濟是一竅不通 包括 黎智英 我發覺他的思維仍然停留在2003年 所以他的報紙每天都說那些樓是要跌的 長了二十幾年 其實呢 他的思維是一套什麼思維呢 就是那些 很右派很傳統的那種 什麼佛利文那些 現在還在補那些東西 這麼多年來都是的 不是呀 真的看經濟新聞那些人 是不會看蘋果日報的 是呀 蘋果日報的那些人都會買一本信報啦 買經濟日報也不會買他啦 很多朋友說的 為甚麼那段時間 樓市好像倒塌的時候 那些報紙也有 一面倒倒塌的 真的有人問我的 我現在才知道嗎 我們搞媒體搞那麼久 我就告訴你 大家都是一起唱的 我們說回泛民 對經濟協不通 因為他們到現在還在免壞0371 無論任何情況 突然間他們第一時間就是0371 尤其是公民黨 因為他們就是靠0371起家 之後的45條關注了 靠那邊彈起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大家要想一下0371是什麼環境 那個是一個慘到極的環境 當時恆生指數是八千多點 當時的帝警員是五千九元一尺 當時的山頂的別墅是幾千元 不過就算恆子現在是八千多點 我也不覺得他們會贏 這個不敢說 真的不敢說 但是你要想一下 當時經濟環境很差的嘛 失業率又高 你看看台灣 你就知道啦 經濟 快來 死人了 投資給國民黨啦 希望 找一個跟大陸有辦法談的 其實 台灣人現在投票就是這樣 所以你的時代不同的嘛 你說0371 現在的大環境 大陸的情況 跟當年 完全是兩個世界 這次 香港 搞了幾年這個政治的運動 尤其是比較激烈一點的政治運動 到了現在 由一個激烈變成平淡的時候 人們就追求比較實際一點的東西 切身一點的東西 就是希望關注多些民生議題 但是往往民生議題 泛民都缺席 他們基本上呢 好像在這個 一說到民生 他們就好像 沒有民主哪有民生啊 每次都會說這件事的 你們那些就是民主啦 因為沒有民主 所以你們要建立大白杖工程 所以你們要什麼什麼 說了很多理由出來的 說不是說不行 被人spin了很久 他們就等於 他們每次出來都是等於 反對 說不是說不行 被人tack了這個 你有沒有論述 被人tack了這個 沒有解除過這個 沒錯 就是沒有想 沒有論述 最重要的是他們本身 沒有論述嘛 因為 人們關心最切身的問題 好像是原水 你有沒有一套原整論述解釋給別人聽 其實我也是這樣 你看地量檢關注了他去哪裡 你就知道 拍完照就沒有了 通了車 你問問陳淑中去哪裡你就知道 陳淑中去哪裡你就知道 陳淑中從來都是這樣的 因為一抽完水拍完照就不見了人了 每一個地方都是的 所到之處 就叫做光環立盡 但是呢 江山輸盡 那麼 這節也說了泛民不想說啦 香港也不想說啦 即是可以預言 接下來 都會繼續輸到一兩次 不就是你interrelated 兩個地方 你要想一件事 他們會不會輸完之後 真的要想 你不可以說 你每次都是輸 每次都會輸 真的要賴人 不行的 已經有分析說了 不用這麼擔心 下次九西不會這樣 因為法治 法會選舉 是比例代表制的 建制派也拿不上那麼多席 這個要恭喜大家 為什麼呢 我們要說一些正面說話 他們只有10萬票而已 怎麼分4席呢 每人要拿25000 又未必會贏 25000 你只能拿到三席而已 下一屆 泛民一定會得到三席的 這個九龍西 大家放心 因為是比例代表制嘛 沒有可能建制得到四席的 還有兩年而已 連領兩年而已 我給你就算是 我給你就算是 如果你再這樣搞下去 你再過一兩屆 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理會了 兩屆而已 這區九龍西是泛民的強區 從來都是五席 入面 六席 建制只有蔣麗雲 還有誰 小黃薰 只有兩席而已 只有兩席而已 泛民拿四席的 現在反過來 因為分得好 那次是剛剛好 二萬多 尤維晶最後那席 其實呢 嚴格來說 是小黃薰拿得太多票 如果當時他分的票 迫迪志遠 迪志遠就取代尤維晶的位 但他建制沒有放第三條隊 是啊 有 迪志遠 迪志遠不是真的建制A隊 不是 不是建制A隊 他們根本那一次 他的想法 都不是說打算打三席的 他其實 老實講 他找拿兩席的嘛 以 建制派的部署來講 他們 在大陸的東西就是這樣 什麼都要求 安全係數高 那他就找拿兩席就算了 他沒有打算 他唯一打算是哪一次呢 就是在港島區七席打到四席那一席 那次就是 打算中樹根那一席 王國興最後上 王國興那一席 那一席也有原因的 就是因為有某一個政治組織就比較弱點 今天趕走那些客人而已 林美博 因為其實 是不留意的 那一次 很頑皮的 王國興 是啊 但那一次是做得很好 其實整個 因為整個非建制派是沒有留意到這件事的 去到後來 回頭我看 咦 為什麼葉劉一路跌的 那時候的情況就是 葉劉一路跌 慢慢一路跌 你不知道為什麼 原來他們是需要時間調動 如果那時候知道 就未必是這樣的世界 但你實在太遲了 陳淑宗也要拿地七席嘛 不要緊啦 陰差陽錯也未必是壞事來的 我們再說回 這個其實有沒有得救呢 泛民有沒有得救呢 你不想清楚就沒得救 以前經常說 今天香港 明日台灣 還是現在的時間已經連繫在一起了 香港台灣本事一體 是不是 今天香港 今天台灣 明日香港 明日台灣 大家差不多了 坦白說台灣也很差 他的經濟狀況實在很差 真的等於2003年 可能真的 這幾年來台灣真的是長期沙屎的 讓Dilby說一下 九合一選舉 簡介一下 現在香港說完了 我們說回台灣 說台灣 不要再說香港 台灣 其實我要先說 這次你看到整個 整個擺動那麼大 整個擺動那麼大 首先第一 在2014年那一段 2014年那一段 民進黨實在選得太好 是好到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 那一段 16年 14年 14年 4年前 4年前那一段 他們是拿到很多位 他們自己完全 想都沒有想過的 很多位是 因為是鐘擺嘛 其實呢 跟你剛才所說的一樣 當時是深藍 不出來投票 對國民黨深淡 其實今次 當時國民黨好像 吵得很厲害 其實今次的情況 就是說 根本就是一個 擺動得好 在編錄得很厲害的地方 突然擺動了過去 一個大擺檔來的 老實說如果他不是那次選得那麼好的話 比對起這一段來說 就不會有那麼大反差 那他也有兩隻 其實今次 國民黨也是三隻 三比二 其中一個是白區 他不會有那麼大反差 但是呢 這一段最值得關注的 大家會說 這個 韓劉 那我就真的要說 韓國瑜 這段 國瑜 對啦 高雄 因為高雄應該是 民進黨 重鎮來的 其實都不是的 歷史上不是的 以前呢 陳菊 你應該陳菊做了很久 你覺得是的 陳菊之前是吳敦義的 但是他做了二十年 但是 十幾年而已 二十年 沒有二十年 因為你都不能連那麼多年 上一次是吳敦義做的 說一下給聽眾聽 可能有些人不熟臺灣 其實高雄呢 就是 大城市來的 有點像台北 兩大大城市 一個是台北 一個是高雄 高雄和旁邊的那區的台南 是相差很遠的 台南呢 是 回了三四十年前的 香港的 相差很遠的 六七十年台的香港 相差很遠的 這一節來講 高雄這個真的要講講 我覺得 Tony 雖然你那個光頭理論 這次不合理了 光頭都搞定了 這次呢 一定要有一個元素 就是共產黨元素 不是 我想到 有什麼呢 這個元素就很簡單 因為國民黨使用外援 好像踢球一樣用了外援 這個韓國瑜 明明就是 六八九替光頭 過了台灣 然後講國語的 是嗎 完全一模一樣 韓國瑜的政綱很創新 很厲害 他勢的程度 就是因為 台灣那邊的人 台灣那邊的人 是沒有什麼抵抗力的 原來 因為我們見了那麼多年 六八九 我們看了太多九九四 我們見了六八九的那麼多年 已經很熟悉 所以 就會知道 但是台灣那幫人 就真的不知道 你讀一讀他的政綱來聽聽 我先讀一下這個 讀一讀這個 對發展經濟與觀光 韓國瑜提出爭取迪士尼 你又迪士尼 香港的迪士尼 上海的迪士尼 你還有一種 及發展包裝愛河 為愛情之河 興建愛河在哪裡 在高雄的 一條河 興建全世界唯一的愛情摩天輪 把摩天輪和汽車旅館結合 嘩 即是性愛摩天輪 歡迎亞洲各地青年人來 想去一小時做愛做的事 這是尤偉貞政綱來的 厲害啊尤偉貞 詳細很多 尤偉貞說了一句而已 尤偉貞可以接受 你這個尤偉貞 接受不了 他在說什麼 花一分鐘就可以完成結婚 把愛情之河美化起來 右岸有羅文歐月朱禮業 左岸有梁山白與中英台 相信可帶動人流 創造經濟產值 嘩 這個不是黃賭毒政綱嗎 厲害啊 他有開賭場 其實是黃色事業 這個不算黃色事業 愛情事業 都黃黃的啦 買時鐘酒店 把時鐘酒店搬上摩天網 其實挺創新的 坦白說 這件事對於台灣人來說 因為台灣太悶了 他們沒有試過這樣的衝擊 所以這次被騙到票 我覺得真的 他真的差那麼多的 黃賭毒 他那張大麻煩化 加拿大就行了 加拿大是不是發展 是不是世界上 當你一個地方 經濟真的很差的時候 你開這些支票 一定有人收 你窮到窮 有人給了支票 你收不收 收 大人大票不理 拿去頂了一陣 是呀 騙人也好 沒錯啦 滑餅充機嘛 他現在的情況 因為台灣人 真的沒有 沒有見過這類 其實呢 我覺得這一次 韓國瑜是用民進黨的方式 打敗了民進黨 是 大家靠亂說 靠亂說 靠亂說 是 所以呢 我都講了 你想想 其實 都不是說 都不是說 只是靠亂說 都不是只是這樣 我為什麼說 他會 高雄爺會交四元學費呢 我就要講講台北 是 你也是台北 這一個 柯文哲是怎樣的 柯文哲也是 其實他也是一樣的 超級各自胖 其實已經 超級各自胖的事 柯文哲真的每天坐巴士上班 每天坐公車上班 他不是說要找司機接 他是 令人形象覺得很討好 即使你說的 都好 他也是新鮮事出的人 不是說 像689那樣 用你的公帑 所有東西都是用公帑的 不過他這次差一點 鄉維還有手未跟 因為他 相差太少 現在人家重新 會點過票 所以他還有手未跟 但應該就 反文法術的 因為有個問題 香港和台灣 出奇的相似 原因就是 我們在香港的選舉 去年還是前年 黃毓民站台 幫梁天琦站台的時候 還叫 踢了黃毓民站 如他所願 那這次 郭奧隆斌也一樣 擊潰丁手中 真的被他擊潰了 我覺得這兩個兄弟來的 不容易叫錯了 那沒辦法 一耳成慘 這些叫鬼盤 鬼手 鬼口 突然間 突然說錯話 一說 就糟糕了 老實說 其實經濟 我們真是主宰這次選戰的命運 不過大環境就是 錢錢錢錢錢錢 和錢錢錢錢 存在大陸手上 還有一個問題 這次你看那些女生 有個女生出來 搞想發大財 怎樣發大財 如果可以開賭 真的可以發大財 但是我告訴你共產黨 一定可以捏你的煙喉 就是 不讓大陸客去台灣 所有全世界的賭客都來自大陸的 其實是向外輸血的 不過他那些血不輸給你 輸去台灣 輸去 輸去柬埔寨賭場 輸去澳門賭場 都不給你台灣 那你台灣 就算開賭場也沒用 這一次我要說一說 無論如何都要恭喜台灣人 因為為什麼呢 以前很多人就說 台灣那種選舉就是 只問藍綠 不問是非 你現在看到 已經不是這個世界了 還有一樣 自從阿扁那兩顆子彈之後 就沒什麼那些澳部 所謂的打毛波 派色情 派一些光碟 負面宣傳 巨美鳳是不是 那個牌那是另外一件事 這次有參選 我可不可以看看 巨美鳳 巨美鳳 但是新聞報是巨的 不要緊 待會慢慢說 喜歡咬這些 這件事是這樣的 我的看法是 他們擺脫了 這個是好事來的 人們的理性是好 比以前好 就不是說你只擺個牌頭出來 就搞定 這個 可以這樣說 起碼 進步了相當多 嗯 還有一樣 你那個 以前我講話有很多 古靈精怪怪招 為什麼現在不出呢 因為出都沒有用 那些人成熟了 所以 無論如何 都恭喜台灣的 就是 你都要羨慕一下人的 人家起碼 什麼議員都可以選 人家都可以選 什麼議員都可以選 總統都可以選 我們就 唉 這一節其實還未說完 我們要探討一下 高雄 怎麼發大財 下一節回來再說